看得出来这王大哥是真能抓钱呀 大哥说了 他这辈子就一个爱好 那就是挣钱 苦点累点不怕 大钱小钱都挣 可是啊 这王大哥的前妻在钱财方面 跟他却一点都不一样 一开始还挺好的 呼吸不行了 也不会过热了 啥子 看他拿机会 他呀 看他拿机会 他上哪拿机会嘛 他不够好 完了他借钱一下 他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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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跟你说 都不跟我说 他不够好 不知道啊 他不够好 完了后期 人家上我来要钱来了 我才知道 借钱干啥呀 不知道干啥了 完了 以前我得还多钱啊 你还 以前我得还得有四五万五十万块钱吧 是哪一年你给他花四五万块钱了 还是一小钱 还是小钱可以还的还是 那什么钱就是 那是 结婚这儿 他三十三 我三十五 都有 他都四十多岁了 四十多岁了 四十多岁 我还的 还的机会还的 你没问过呢 我问过来 你咋问的呀 问的还得干账 我也不问的了吧 你跟着干账 又借钱 用他出了 就借钱多客人呢 我说 我这边挣 我少挣哪个 还嘛 一还又行 又还要行 前妻经常瞒着王大哥出去借钱 借这些钱用在哪里 干啥花了 他一点都不知道 为了维持这个家 避免吵架 给前妻还上了总共五六万块钱 王大哥说啊 没想到 还完钱 前妻不但没有收敛 还变本家利 越借越多了 我家老公家的 一个老头 不存的 人手借了五万五 一笔一笔好一笔啊 人老头多借了呢 借五万多 五万多呢 不知道这钱是干啥的 后来人家报案了 报案了 判所要打个话 三哥 你回来一场 我回你家 我回家一进屋 他还傻了 也不知事了 判所要学一些事 我这钱给他打啥的 这是给孩子工作 这个那的 把这小年 也变了 你就撒谎了 你还撒谎 撒谎的钱我也不会还了 拿走了 我俩就用这一笔婚 就因为这个离了婚 因为近前的事 王大哥终于狠心 在四年前和前妻离了婚 他说啊 其实他不怕辛苦 可是在和前妻的 这段婚姻里 他从来没有感受过 前妻的关怀 王大哥的心 的确太苦了 我就多磨磨干 我上了下了坐呀 全好不动 因为说 我给我把我梯子 把我梯子 梯子都不保 跟没 跟没 被我家来写出去 不像是个喜不得的 跟我家多相复 一点活都不干 全好都不动 现在还写出去 最后还给我拉 几乎 遭到大念 你还不行了 我家离了 我这些话呀 我都不敢多深地说呀 一说一说 我喜不得这些故事 我这眼泪都 这是唐人变住的 成为苦了 成为难了 你说这男人 真的 你属于有个家 你觉得还挺温暖的 真的 但是家里这人 不知不知热 真是稀寒 那疼稀寒的都 提起和前妻的相处 这个脸上 一直挂着笑容的男人 湿的眼眶 王大哥说 他太害怕 再碰上像前妻这样的人了 大哥那你这个 离婚四年多 就是这中间 也一直没找是不是 有过有记事的 我一个人没看 谁都我不相信 就是我同学也好 我朋友也好 跟你眼睛也好 都过记事哪都有 其实好一个 我一个人没看 我一个人没想起 我就相信你有那频道了 这点的人嘛 实不理多 有诚信的研究 因为他真的 人家都得行 过日子的 大夫在找 想找啥样的 找个能够 百分点的 过日子就行 不行 那两次的 没提起来就行 能过日子就行 能收拾个家 能够洗衣裳 吃个饭去 王大哥离婚以后 一直没找 直到看到 原来不晚的节目 他才决定 迈出这一步 当红娘问起 王大哥的择偶要求 他说出了 一个人的名字 王少年 我等于他 就是这个人 后来就做保姆 做保姆 我主要是做啥 做保姆是最难的行业 咋的呢 不好做呀 你二十四要是在一家 就像受监控那种感觉 是的 人相不相同我吧 咋的不知道 你这咋样 那你相当于什么呢 性格 第一是性格 第二个呢 他要求不高 无情十足的 他性格 你觉得他性格咋的 我个屏幕上 看他性格挺好的 他好呢 他不及他白脸呢 他生话挺吻合的 他要求不高 他有过日子心 他要求高的话 他就 他要求高的话